還有農民做了一些紀念品 大家都想辦法怎麼樣 賺錢 所以日本的臉都變成這樣子 臉就變成這樣 臉皮的後面 臉皮的正面是這樣子 臉皮的後面 想錢想風了 所以才會怎麼樣 才會有衝勁 對不對 洗完錢人才有幹勁 錢賺不到 臉都怎麼樣 賺不到錢臉會變成這樣子 憂鬱症 憂鬱症 憂鬱症也沒有 有時候會這樣子 很生氣 那一點幫助都沒有 有沒有 好 你看賣場的成立物 POP POP做得非常清楚 你看地很乾乾淨 賣場一定要怎麼樣 乾乾淨 然後東西放什麼地方很清楚 讓它找非常的方便 就把POP 一些廣告製作物 不用花很多錢 就可以自己花 那客人來的時候 它很容易長 不用再花很多石 花很多石 這些 然後那個住址 它也可以利用 有沒有 住址比較高有沒有 你知道嗎 這一區是什麼 所以我們店裡面 不管是幾坪 客人進來的時候 由左而右 由上而下 由前而後 看什麼東西 它就非常清楚 所以你的店的定位 都要錢錢做 賣什麼東西 會非常錢 錢清楚 那店的前面 盡量擺一些衝動性 你看超級市場 在其中 大量陳列物 因為處處消費 那就是放題 這就是計劃 衝動性 然後再來是商品 商品的關聯性 然後最後是計劃性 那各位打到說今天 各位去想想看 你的店 什麼東西是衝動性 什麼是關聯性 什麼是計劃性 那果然什麼是可以做處處 小刷路的 刷路雞 什麼東西可以去變化 你在門口可以拿 拿什麼出來 適合 還是適用 這個各位去看 這位是賣衣服有沒有 走到旁邊 柱子旁邊有沒有 全部都有很明顯的POP 那其實店裡面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重點 還有一個東西叫什麼 我們這個英文叫 V VGM 電頭的什麼 音樂也很重要 電頭的音樂 那要看什麼行業 放什麼樣的音樂 輕音樂 還有什麼音樂 千萬不要放那個 酒後的心聲 好不好 好 那 聽得會不準 好 還是唱一首歌 總會等到你 好 這集好 這個衣服 這個是另外一個 扣過去 這集好 主題的 陳列 麒麟啤酒 啤酒公 啤酒公 是銀行有金會去做促銷 所以他整區 夏天到了 整區做這個酒的廣告有沒有 大量陳列 那些POP 那個整個 亮個奧 你還說 他在做活動 那活動也就是什麼 好康的 所以他訴求非常怎麼樣 非常清楚 我們在講 走道寬度 各位要去考慮一下 走道的寬度 你看7-11 7-11的貨價 你用去看幾公公公 你知道嗎 90公分 他走道也是90公分 為什麼90公分 人的眼睛 走道90公分 人的眼睛一看 90公分 由上而下 看得非常清楚 超級市場的貨價 120公分 走道是120 車子可以推 車子可以推有沒有 車推的時候 我轉過來看 120公分 看得很清楚 量販店呢 貨價150公分 所以推那個很大的車子 看得很清楚 所以 動線 跟走道寬度 跟貨價有關係 貨價也有高度的限制 店內的貨價 135 可以透視到下一個地方 靠牆壁的 180 手可以拿得到 所以店裡面很多一些 貨價都要去思考 手是這樣子 眼睛這樣看 最切 這邊是最最最好 手可以拿得到 人不想蹲下去 所以在這邊拿 下面是什麼 箱櫃櫃子 這個架子 這邊跟這邊架子 這個我們要做什麼 端架 這一端跟這一端有沒有 兩端都要端一端 端架很重要 三角窗 三角窗 兩個店面 那剛才三角窗 兩個店面 這是什麼 這邊三角窗 三角窗 兩個兩個 兩個三角窗 這叫端 端架 最最最最貴 最明顯 所以端架一定要好好利用 所以西本在這個超市也很厲害 停腳踏車 現在台灣很多都去腳踏車 所以停這場之後還有什麼 停腳踏車的地方 這是必要的 現在節能減碳 去腳踏車很多 這個是郊區的地方 你車子的維修有沒有 也是一樣 很清楚有沒有 幾個字就好 一看就知道這是幹嘛 那一看很清楚它就很容易進來 要想咪咪媽媽 找不到 所以人的眼睛 第一眼知道這是什麼 那就成功 你看7-11 兩種非常亮 一看到7-11 看到M 這就是賣賣 所以它的CI 品牌就是讓你一目瞭瞭瞭 這一看 那開車一看 這就寫得非常清楚 你看 這是各店的招牌 如果說我們的店 這個三店街 三店街有三店街的品牌的話 順便可以知道 一看 這是什麼店 這是什麼街 它的主題是什麼 它的精神是什麼 我們都看我們 那停車有沒有 都是這樣 停車一定要有 停車客人才會來 這是加油 那個加油站 再往前 那加油站 靠什麼賺 賺錢 洗車打蠟 洗車還有些人 打蠟才會賺 那高級車打蠟會更貴 所以呢 這是附加價值的服務 而且我們要看齊 它做一些附加價值 我們叫什麼 附加加價值 我們叫什麼 附加加 這個附加 R R 不是只賺這個 賺這個 有限 所以跟我們在賣產品 賣服務 還要賣什麼 賣氣氛 大家公司三要素 產品 服務 氣氛 這三個通通要賣 那你把產品的價值 再把它打出來 服務的價值 再打出來 氣氛的價值 那你就勝算就會比較大 好 再來 一個商業空間 什麼位置有沒有 土耀讓客人很容易找 比如說我們的客人到我們的園林 到哪一條街 到每個街都看得到 我站在那位置 我這個東西南北 都要很清楚 到那個街他會怕迷路 東西南北都要很清楚 所以他不會迷路 有的人現在比較進步 用那個 GPS有沒有 這邊畫畫 低頭圖 在哪邊有沒有 也是一樣 如果 沒有這個的話 就是你的那個 很清楚 這個 那個配置 指示方向圖 做得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像日本到哪邊 基本上 往哪個方向 往什麼 通通通通通可以 所以把它做個標準畫出來 這是另外一個地方 現在的位置 先把位置很重要 化妝室 來這邊玩有沒有 吃了喝了一堆 想到化妝室 在哪邊 他也不知道 所以化妝室一定要怎麼樣 特別怎麼樣 住民住民出來 去化妝室以後 一定要怎麼樣 乾淨他才願意用 去化妝室很髒 他下次不會來 怕死定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 化妝室 還有我剛才講過 錢 垃圾有沒有 這幾個很基本的東西 各位要注意一下 另外 食品的賣場裡面 哪邊放賣什麼賣什麼 都要非常清楚 銀目了人 這是一種服務 要授錢服務 所以這個部分 日本人的服務 非常細緻 我們今天在園林做得很細 那外地人來看 園林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搶運動、努力 對不對 我們就是跟人家競爭 我們就有競爭力 男公輕輕拆拆拆拆拆 客人的眼睛是雪亮 好 這是另外一個賣賣場 東西怎麼樣 擺出來有什麼 有立體感 然後東西 有很多價值有沒有 這個讓客人會有個很重要的 叫什麼 我稍微有提提提過 這叫什麼 讓客人有什麼 火油性 火機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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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更厲害 有一盤試吃的火 欸好吃 剛好肚子鍋 好吃 肚子鍋什麼都好吃 不買可惜 不買一身後悔 買了以後後悔一身 這樣處理一下 店的氣氛 裡面的溫度、濕度、燈光 現在台北有些高級店 你知道嗎 它那個空間裡面 不是只有溫度跟濕度 它那個空間裡面 還可以去偵測灰塵 灰塵 灰塵 還有偵測到什麼 裡面的味道 裡面還有偵測到什麼 CO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還有什麼 還可以偵測到什麼 這是什麼 CO2 還可以到什麼 VOCO 這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這是那個什麼 那個揮花性溶劑 這個是1000ppm以下 這個是大概 八個ppm 這是兩個ppm以下 有這樣的規定 所以客人進來 奇怪 這個店就是跟別人家不一樣 它在這裡 只是說這個要花錢運動 這種高級店 都會用到這種東西 進去的溫度、濕度、感覺 那個味道不一樣 那味道不一樣 現在還有一個新的科技 日本的新幹線 700系 那個Noromi 那個椅子上的 不是有那個毛巾嗎 都定 它那個是有專利 那個日本序化 序化成跟日清坊 它那個地方 那個布有沒有 可以抗菌消臭 是有很多的 是有很多的 我可以抗菌 我們可以抗菌 這個索子 我們可以抗菌